各位小老婆 汽車訓練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大叔 今天大叔就要帶各位來看 日系跟歐系的防摔衣 在設計上還有材質上到底有什麼差異 那麼今天歐系的防摔衣代表 我們就要帶各位來看這個世界上很有名的 Valentino Rossi所使用的品牌 Deniz Deniz的品牌來自於義大利 我相信只要你有在接觸摩托車運動 基本上對這個牌子都非常了解 為什麼 因為它的LOGO就是一個萬惡的狐狸頭 那這個主要是一個夏季型的防摔衣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材質上面的設計 它是採用一個Mesh 砂質的材質 那這樣什麼好處呢 它的孔隙比較大 所以當你在騎車的時候帶進來的氣流會比較大 來幫助你散熱 這件AirMaster它砍入了TPU 這樣一個材質 那它是做內檻不是外檻 所以呢 也不會像一些防摔衣會有一個穿鎧甲的那種感覺 歐系防摔衣如果你有仔細的了解 你可以發現它有一個很大的特徵 就是它的上半身到下面這個距離 其實都做得比較短 很多人會覺得穿像這些歐系的防摔衣的時候 它的腰線會比較低一點 那這也沒有辦法 因為畢竟Denis是以歐洲人的身材來做考量跟設計 不過呢 除了版型之外 我們可以再來看看它很多跟日系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譬如說它的護具 它是走一個硬式 也就是外面是用塑膠材質 那在裡面的部分呢 它用了一個泡棉 好處就是防穿刺的能力比較強 還有呢防摩擦的能力也比較強 可是壞處是什麼 也就是呢 它對於衝擊力的吸收 反倒沒有現在一些軟式的材質來這麼好 那當然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除了手部 肩膀 然後還有背部的護具之外 近年來 在各國也特別強調 關於胸部護具的一個置入 當然Denis這件AirMaster它也有 不過它是採一個另外加構的方式 它在胸前兩側做了一個拉鍊 然後可以塞入像這樣的一個護具 那當然這個護具是屬於Denis 在近年比較新的一個設計 大家可以發現它是一個軟式的材質 不再像是以前傳統護具那樣 外面是一個硬的塑膠 那這樣的跑處呢 第一個通風 第二個呢 穿戴起來比較舒服 可是呢 這東西其實不便宜 那再來 它在腰部的地方 也有做一個跟皮褲或是防摔褲 做結合的一個拉鍊的設計 喔 還有 這件AirMaster呢 它在後面設計的這個口袋 就是讓你把雨衣放在裡面 那當然如果你不放雨衣 你也可以放一些其他的東西 譬如手機或是一些營養品 那好 我們看完了歐系的防摔衣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日系的防摔衣 這次日系品牌代表 RS-Tai-Chi RS-Tai-Chi在日本 其實也算是一個比較大眾化的品牌 那今天我們要帶各位來看的這一件 這是RS-J307 那這個也是在去年的時候推出的一個新款 那當然可以從檢查上看到 最大的不同就是 它看起來比較像是你一般日常可以穿的外套 那我想這也是近幾年 日系廠牌在做出跟歐系品牌一個差異化 就是它希望這些防摔衣 不再是一個硬邦邦的一個產品 它可以更融入你的生活當中 那我想大家都有這樣的經驗 以前全副服裝穿的防摔衣 背著安全帽穿的車靴 我覺得要跟女朋友去看電影的時候 旁邊的人就會對你頭以奇怪的眼光 可是如果各位今天穿的是這個 是不是看起來就像是一般的休閒夾克一樣 但是我們來看看防護性 它採用一個比較軟性的一個護具 那有人會說那軟性護具跟硬式護具 在防霧力上會不會有差異 當然會有 硬式跟軟式就是差別在於 有沒有抗穿刺跟耐磨的一個部分 那相信現在的防摔衣 其實都在材質上的耐磨性都還不錯 那當然除非說你是以時速200公里 這樣子飛出去 那這些防摔衣通通擋不了 那只能穿皮衣了 那這些軟式護具在萬一發生轉導的時候 還是可以提供一個基本的防護能力 如果你覺得這個護具的等級不夠 iS太奇他們也有另外推出了防護性比較高 也就是比較厚的一個護具 它包含手肘跟肩膀 這個都是可以另外再加購來更換的 那近年來大家都很強調胸腔的一個防護 iS太奇當然也不例外 甚至我可以說在日系品牌他們走得非常的早 甚至比歐系還要早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這個 這一塊護胸板這個是另外加購的 但是在iS太奇所有的產品線裡面 幾乎它都有已經把這個固定點 胸板的護定點給放進去 因為每個人的上身的高度不一樣 所以你可以利用這個魔鬼針來調整胸板的一個高度 有人會問說這種一片式跟Denis那個兩片式的差異在哪裡 那詐書覺得就是穿脫的時候比較沒有那麼便利 但是如果論到防護性的話 當然是一片式會比兩片式來的好 因為中間它沒有分隔 有時候可能撞擊的時候剛好是在人中這個地方 所以還是為了大家安全 防護性跟便利性 我覺得這個大家可能要自己去取捨一下 我們再來看看其他的設計 這個RSJ307它除了強調就是Lifestyle之外 那它也跟一般的是歐系的防摔力比較不一樣 我們剛剛也看到在Denis它在林口的方面 它做的比較低 那高林口有什麼好處的人會說 那夏天會不會很熱啊 如果高林口是不是吹不到風會不會很熱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在這個地方還有做了一個透氣孔的設計 也就是當你在騎車的時候呢 可以保持氣流通過 而且最主要的是高林可以有效保護你的脖子 所以我們常常在騎車的時候 有遇到可能一些蚊蟲 特別是在夏天的時候 那我不知道有沒有人騎車 就是在脖子被蜜蜂叮過或是撞到蟲之類的 那是非常的不舒服 那當然日系品牌特別是以這一件RSJ307來說 它比較不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它大概就是穿起來可以到這個地方 那剛剛我們介紹完關於林口的部分 因為RSJ307它特別強要Lifestyle 所以它也附了一個帽子 我們可以看到它在口袋的部分 也比歐系的來得更多一點 前面這個部分除了通風之外它也是一個口袋 那再來就是標準的左右兩側的口袋 好這個大概就是日系 RS太奇跟歐系Dennis的一個差異 那最後我們要幫各位總結一下 如果你的身材你自認像義大利人 像外國人一樣那個比例是3比7的XXX 幹嘛 3比7的有什麼誇張 3比7有啊 我同學這3比7我跟你講 不服來變 下一集我們來開一個 我們會邀請到義大利人來上我們的節目 不服來變 但是我沒有預算XXX 那最後大叔為各位做個總結 如果你的身材 或是你喜歡比較硬一點的剪裁 那麼你可以選擇像歐系的Dennis 但如果你的身材跟大叔一樣 是屬於一個標準的亞洲人身材的話 其實我會蠻推薦 愛菜奇這件防摔衣 為什麼 因為呢 從脖子到腰的部分 它其實版型是比較長的 那剛剛好可以遮住 修飾一下我們那過於 更重要的是它穿起來真的是沒有這麼的硬派 因為它是軟的護具 所以它收納起來其實是比較小的 體積比較小 那各位如果知道說像Dennis這個 都是硬式護具的話 你真的只能夠穿在身上或是拎在身上 你沒辦法塞到你的側巷裡面去 因為它真的太硬了 好 那就是大叔今天帶給各位的 一個關於日系跟歐系防摔衣的一個基本的介紹 那下一次呢我們會來談一談 皮衣要怎麼保養跟清潔 我是大叔 謝謝你們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